哈囉 大家好 我是Tiffany 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看日劇的時候不可以隨便亂學的句子 今天會做這個主題呢 是因為就是很多人會透過 譬如說看日劇看動漫或者是看漫畫等等的一些日本的作品 來學日文 那這期也是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對於口秀跟天地的幫助都很大 但是日文有一些句子呢 它其實是比較適合某一些形象的人講 例如性別 就是一個很大的關鍵的分歧點 有些字呢就是只有男生會講 有些字就是只有女生會講 那這邊就是大家常常會就是學錯 然後就會出糗 然後我自己也有很多這樣慘痛的經驗 今天就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一塊 我們一樣請到了一個 我們非常就是 有代表性的 專業的我們的沙掌 こんにちは 我回來了 是因為我自己要做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有一點點沒自信 就是覺得說 我這樣子講的話 會不會其實這個字根本就是不是這樣子講 所以就找了一個我們公平公正的 應該還 謝謝謝謝謝謝 的算講來跟我們分享 我那時候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 那時候的朋友都是日本男生 然後我就學他們講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咦? 咦? 這是很大辣辣的感覺 有一點就是 中文好難形容喔 就是其實女生講的話 會說 對 不會說 對 我覺得這個如果同樣是飯的話 有點難以舉例 可是我覺得這個聽起來的感覺 就有點像 中文的女生說 欸 我去撇個尿喔 那種感覺 我覺得是這種感覺 比較大辣的女生 確實會這樣子說 對 但是如果 你跟她沒有那麼熟這樣講 可能會嚇到人家 對 我們今天講的字啊 都沒有說 女生絕對不能講 男生絕對不能講 但是就是 你講出來的話 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 比較像 形象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 想要塑造這個形象的話 你還是不要好了 所以如果是女生的話 我們要邀別人吃飯會說 啊 一緒にご飯行かない 一緒にご飯行かない 一緒に食事行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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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飯跟食事 都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 但是 然後講到吃的的話 就一定要講到 就一定要講到 你飯吃嗎 吃嗎 吃呢 這個動詞 這個動詞也是 就跟剛剛的飯一樣 對 就是飯吃 就是一個 野菜叫做野菜 對 反正就是比較粗俗的吃的說法 對對對 我想一般的可能 主播啊 或者是 一些比較需要保持形象的女生們 在台面上是絕對不會講 メシー クー這種話語的 那女搞笑一個人的話 也有可能 對 因為其實 メシー跟クー 這兩個字 如果是男生的話 都是非常常用的字 然後就是 其實你講的話 也不會有太 就是粗俗的印象 如果是男生講的話 所以其實我當時就是 也是覺得是很正常的字 但是女生的話 這一台是使用 食べます 食べる 然後講到食物系列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 ねえ これうまい 對 うまい 這個的話 我覺得聽起來的感覺呢 跟中文的 你聽到女生說 好爽喔 那種感覺 一樣的 我覺得很難以界定耶 因為這個就是 因人而已的感覺 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女生講爽 沒有那麼好聽 可是就是比較 豪邁一點 有些人可以接手 那うまい的感覺 我覺得也是這樣 但是女生之間的好朋友 很熟的話 可能會講 ううまい 可能會聽到的 對 但是如果是正常 你不想要給人家這種粗獷 你想要使用 比較安全的說法的話 我們會說 おいしい 對 那如果是工作上 或者是可能沒有那麼熟的人 面前 還是要講おいしい 會比較安全 對 那うまい有另外一個意思是 很厲害 做得很好 對 如果是當做很厲害的話 女生うまい 男生うまい 都可以的 對 但是如果是好吃的話 那女生可能就 要小心一下 對 所以如果女生說 欸你的料理做得很好 做菜做得很厲害耶 就會說 欸 料理作るのうまいですね 嗯 這個是很OK的 OK 但是如果你說 你做的料理很好吃 對 然後有一點 ちょっと あれ Piaji どうした 下一個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 這個有一點點小細節 就是 日本的男生很喜歡吧 ない 講成 ね 啊 そうだね これうまくね 啊 でもそれは 這個 これうまくね 這種 這個什麼什麼ね 這個 女生 年輕女生非常強 好像高中女生 嗯 真的很普遍很普遍 很普遍 對 年輕人之間很普遍 但是這個的話呢 可能稍微再成熟一點的女性的話 可能聽起來會覺得 不是那麼好聽 對 所以 這個也是女生要小心一下的 對 那好朋友之間當然是沒問題 但是 我覺得好像年過三十歲 日文 日文就是有很多的限制 對 對 年過三十歲的比較 不太會聽到有人這樣說 然後 工作場合的話 是絕對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太 太方式了 女生說 肚子餓 啊 はいはいはい あるね 女生會說 お腹すいた 男生會說 腹減った 腹 腹 お腹就變成 好 對 聽起來像是完全兩個字 但是他們都是肚子的意思 另外一個也是身體部位的 啊 我猜猜是不是 ケツ 哈哈 我們新聯繫 對 因為我剛剛 你在講那個的時候 我一直把腦子都是 ケツ 這個真的 不好聽耶 ケツ 其實好像小朋友也會講 嗯 有點像是 如果是講胸部的話 就會講 奶 啊 これいいね 這個 這個舉例很好 我覺得真的就是這種感覺 對 對 對 好好笑 一直認同對方 嗯嗯嗯嗯 我覺得聽起來的粗俗感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沒有到很粗俗 但是也不太好 不錯 所以可能 女生的好朋友之間 可能夸你說 欸你腿 臀很翹 我也可能會聽到說 欸 女生之間看完笑 可能會這樣講 但是真的要夠什麼 才可以這樣 我覺得 就算男生用啊 如果她是指自己的屁股 用ケツ沒關係 可是如果她是指女生的屁股 講ケツ的話 會不禮貌 所以要小心 對 不可以稱女生的屁股 我也ケツ 嗯 如果是正常的話 要是說 就 尾尻 尾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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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ケツ它另外一個意思 這個音它另外一個是 血液的意思 啊 ケツ液 所以就是 嗯 是比較好記啊 但是大家不用記得 沒有關係 身體部位的話 你覺得那可以講嗎 欸 哪裡哪裡 哪裡 就在上面 上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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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不會吧 不會吧 那我們這個真的是我的教學 就是沒有什麼不好的意思 如果是 呃 一般我們要講這個 胸部的部分的話 就是跟胸部差不多的 就是一般比較客觀禮貌的說法 是會說 胸 胸 那如果是比較 欸 你說反了 你說 音牌 音牌 這個是 音勢的感覺 音勢 你不太好 所以如果是小嬰兒 他就是想要喝奶奶的 然後大人可能就會說 啊!我會想要胸膜 對 就是 如果是胸膜的話 就是像譬如說你去看醫生 醫生也會是說 你的胸部這邊怎麼樣的話 也是用這個字就是胸膜 欸!如果我覺得醫生講胸膜 我會覺得超快的 超級快的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現在開始 有點危險的感覺 怪怪 還有一個更難聽的說法 你知道嗎? 兩個字 對 我們可以說嗎? 這個就真的等於是 中文的奶的那個感覺 但是 我覺得真的蠻不好聽的 叫 對 而且他很好記 大家 就是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記的東西 大家都一定會記得 那個 發音就是跟那個 父母親的 父親的 一模一樣的發音 對 可是這個 當胸部指的話 是真的蠻不好聽的 可是我覺得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是因為當你聽到 有男生用這個字來講胸部的時候 你就是 立刻把他扣十分 啊! 對 對 所以你 就是你一般如果你不太知道日文的話 你可能就聽不出來 這個人講話的感覺是 冰冰有理還是 比較粗俗 但是當你一聽到這個字出來 你就 嗯 然後另外有一些呢就是 這個字 前面要不要加 歐這個字 啊! 美化魚的歐 對不對 美化魚的歐 比如說 女生講筷子的話 會說 小筷子 然後男生吃的話 小筷子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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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水也是 小筷子 然後 壽司 小筷子 然後 然後我有聽過一個是 就是 這個最好是男生女生都要加 小筷子 是金 啊! 啊! 對! 我剛剛也想要講 這果然罪 真的 因為那個 中文也會說 談錢三短情 講錢的時候 不加歐 真的會聽起來很粗俗 而且 如果不加歐的話 應該就是那種 強到 金出手 你給我把錢交出來 這種情況 可能才會講金 對 不太好聽 好 那我們今天想到的 大概就是這些 那如果 一定有很多 我們沒有講到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留言 幫我們補充 那 歡迎今天我們講的部分呢 如果你有一些 慘痛的經驗的話 歡迎在底下 分享給我們 我非常 對大家的慘痛的經驗 非常有興趣 哈哈 好 那我們在殺獎的頻道呢 也會有我們兩個 之前合作過的影片 歡迎隨時去看看 然後訂閱殺獎的頻道 那我每個禮拜一 跟禮拜五 晚上九點 都會上傳一支 跟日文學習相關的影片 歡迎大家記得要回來看 然後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 記得要按下 那頻道的訂閱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才會接收到通知喔 那我也有 Instagram 跟Facebook上面 有我的生活動態 Sachang也有她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記得要上去追蹤 謝謝 那我的日文動態 我寫在Twitter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追蹤看看喔 那我是Tippany 我是Sachang 掰掰 我們今天的一句日文是 你跟我們一起追蹤 說話 那些東西 你會追蹤 � shows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